哈囉大家好我是騰騰我們今天呢來分享這個大清帝國的序號禮包碼 好那我們首先呢點擊左上角的這個總覽 然後再點擊最下方的這個設置 然後在右方這邊就可以看到這個禮包碼 然後這邊就可以輸入 一開始公告那個禮包碼 VIP 8888 VIP4個8 然後選擇這個確定 可以獲得200個銀元寶 4個勝望力 2個求賢力 還有30個2000的 冰服祈禮跟 10個31900跟2個招賢力 這招賢力呢可以在高級招募中使用 那我們拿到這個就可以來 右下角這裡 招賢力 這邊是負責招賢的地方 我們可以消耗我們的這些東西 啊 半價招募這邊需要耗費這個 銀元寶 目前好像是 銀元寶部署 那這個 高級招募觸發 一量招募這裡可以一次用很多這個 等下那個課本上 琴國的代表 我們現在呢來建造一下這個倉庫 倉庫呢可以提供這個糧食和金錢的 放線 外面有許多這種 谷地可以去佔 佔領呢可以增加一些資源產 我們就需要派我們的部隊 前進 他這個 這個 關鍵都只需要一點時間 不過這邊還是需要戰鬥才能夠戰 這裡也可以 暴換一下 然後等這個打完之後就可以順利戰 然後佔領之後呢我們的這個資源點就會變成一個 綠色的點點 就獲得2000個刀幣 又獲得2000個刀幣 直接一鍵領取 升級到等級二 進入到第2章 被景田開籤幕 編護城車上下一行 要 開始 讓百姓有個吃了 讓百姓有個吃了 多幅提升到等級二 直接加速 浩費20個影韻房 在冶煉所可以提供石料跟鐵礦 要專門為這些材料 建造一下 他們的倉庫 體神明居到等級二 既然他們現在都沒有事情做的話 就讓他們去佔一下 地塊必須相連 所以只能夠先佔這個 我們要這樣慢慢擴張出去 現在就是繼續在戰 那我們現在來看 來點一下這些千島角 走出的話可以獲得一個 白旗 這個地塊也 成功了 提升到三級 這裡可以佔領嗎 他這樣斜的也算點在一起 然後這個戰鬥呢 類似這種 即時性戰鬥 不是說什麼要進去打個戰鬥 才可以出來 他直接在地圖上就顯示 將一個預備兵影提升到等級二 提升這個可以增加我們的這個預備兵容量 那我們要 增招的話就方便很多 到這個二級 會不會打不太贏 這好像有點困難 先撤退 退級還是太難 應該先慢慢把這一級的都佔領 兩個都重傷了 再幫他們增個兵 重傷是就不可以 部隊重傷就不能弄 那我們現在不就卡住了 被擊敗就不要再打了 好吧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第一天的話可以領取這個 領取三選一 戰變之城 有 惠師公圈 惠師吧 衛國惠師 然後加入這些社區的話可以 認識其他玩這款遊戲的 這些材料 先忘令的話 最小使用等級為16 那等級還不夠啊 那的話可以在 有秋仙令可以在 絕工發佈秋仙令 獲得冥史 然後我們這兩個 剛剛受重傷的都已經恢復了 不過他是要佔領支援敵就是空 這裡不能佔領 這踩石場可以 有一個鐵礦場 那我這樣點擊都要沒有提升上主 然後射4級才放,那才點擊 可以幫我們的這個天子,這要等級5才可以上升 這一張的獎勵也都完成 解鎖這個武將升級 是底力冰龍 冰加之四可會減難 將天智銀都提升到等級2 可以增加帶冰上大幅提升戰後力 我們現在終於可以提升5 降等級 還有剛剛我們獲了一堆冰斧 直接使用 旁邊也不用自己一個 就一個在那邊慢慢點 反正這個就不 提升了 直接使用快一點 還有武將的技能等級 可以提升 要耗費 綠色的東西 這樣就不夠 聽也正 我們現在還是不要隨便的去 佔領一些量級 這些都...喔這個是一級 選 先他們防回回來好了 先補充個兵 先來增兵 先來增兵 直接完成增兵龍不需要等待 先來 先完成地之影 再提升 地之影等級 這些都兩級的 或者是一級 如果 要先佔領下這個空 空地也都有這個兵 我們現在的任務就是要繼續去佔領這些一級地 那這些步驟應該都差不多吧 那我們今天這個大秦帝國的需要幫我們分享其實玩就差不多快到這邊了 我們下一集再見 大家拜拜 掰掰 Alpha A M A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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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